可以尽到荣誉村主人最大努力 都去找一个国内最好的旅游公司 到我们这来投资 京东集团创办人刘强东 现在有个新头衔 要叫他刘村长 接下河北平时投村 荣誉村长第一天 刘村长就发下豪雨 要让这个贫困村庄 三年内脱离贫困 五年内收入翻上十倍 平时只有656个村民 234人家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很容易能解救 大量的年轻的 特别年轻的劳动力 我们待遇非常好 而且我们圈额足额交股也已经 他在这种干嘛三年 他全家都一定可以脱贫 我们村里面小学老师 工资由我来给大家发 提供工作机会 办学校再发展观光 希望让这个位于河北 有七成以上 是低收入户的穷苦村庄 将来能自给自足富起来 以企业之力 帮助乡村的做法 跟刘强东自己 从小也是穷困出身有关 我一直到小学四年级 才第一次带着村里孩子 跑到镇上去 镇上才第一次来电 坐在门 我看到电灯帽这么亮 就被震撼 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谢爷 新年快乐 谢乡东 过年发给60岁以上老人 一万元大红包 搞建设 盖学校 并为老家带来工作机会 刘强东在老家江苏数千 一样相名 荣誉村长 尽管京东曾一度连年亏损 但苦过的刘强东 坚持不放弃任何一名员工 也从未停止回馈社会 希望我们全体中国人 都能过上好日子 我们平时都能过上好日子 就回家 才能变成一个伟大的回家 拜网路之刺 协助乡村脱贫 阿里巴巴的农村淘宝 近年来已经在大陆各地 开支散叶 像是远在新疆阿克苏 有名的冰糖新苹果 就再也不必担心 没有销路 以前种的时候 就想到苹果种出来 由老板过来收 然后老板长样子卖 也不知道 现在在家里面 都可以卖苹果呀 因为一场车祸半生不随 独立抚养孩子的果农 唐文泉 就是农村淘宝 最直接的受益者 如今农村淘宝 已经快速成长到 三万多个存落 成为改变农村 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阿里巴巴 编制的梦想还要更大 2017年12月起 阿里巴巴正式投入 五年一百亿的脱贫基金计划 要从贫困孩童 女性 大学生 与农民等不同面向 彻底帮助乡村改善生活 并且还要列入 企业绩效考核 公益不在于捐钱 公益在于捐薪 公益在于捐行动 公益在于唤醒自己 阿里巴巴成立脱贫基金 加码协助乡村翻转本身 先不论未来成像如何 都已让企业投入脱贫 成为备受瞩目的趋势 与话题